乌克兰南部目前由俄罗斯占领的赫松 星期二发生水坝袭击事件 近于苏联时期的辛卡霍夫卡水坝遭不明人士袭击 导致水坝决堤大量蓄水流入河内 并淹没了附近的地区 乌克兰谴责俄军摧毁他们的供电设备 企图对乌克兰实施生态灭绝 但俄罗斯却批评乌克兰做贼喊捉贼 犯下恐怖袭击行为 却不愿承认 当地时间星期二 乌克兰军方证实 位于俄罗斯占领的赫尔松的一座大型水坝 遭到俄军轰炸 从路透社获得的航拍视频显示 惊人破坏力 导致这座30米高302公里长的辛卡霍夫卡水坝决堤 蓄水不断往外流入河里 不过路透社无法确定视频所拍摄的时间 乌克兰南部军司令事后透过脸书 谴责俄军蓄意炸毁这座历史悠久的水坝 由于相关地区目前由俄军掌控 因此乌军无法判定水坝受损的程度 卸出的蓄水量及速度 以及可能淹没的范围 辛卡霍夫卡水坝1956年新建于蒂涅伯河上 是当地水力发电厂的主要设备之一 也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水降温 乌克兰相信炸毁水坝的人 目的是想要摧毁乌克兰的供电系统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也在推特透露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针对水坝爆炸事件召开紧急会议 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还形容 俄方的行为简直就是对乌克兰的生态灭绝 面对乌军的指控 俄罗斯否认到底 更反过来抨击乌克兰贼喊捉贼 俄罗斯塔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星期一晚上水坝范围一切平静 隔天却突然出事 由俄罗斯任命的辛卡霍夫卡市长 则指水坝上层部分被炮击破坏 批评这是乌克兰犯下的恐怖袭击事件 不过根据驻守扎波罗热的俄罗斯官员 水坝决堤目前并没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构成严重威胁 赫尔松官员也说 当局已经撤离水坝附近地区的居民 优优独播剧场——中文威胁 非常感恩 问你 剧场 blunt